来看不一样的城市美学 台中市水利局将太平等三区47处 原本是单一样式的污水人孔盖 彩绘成了美丽的风景画作 像是风云区有就以木材及散地为发响主轴 设计了山巒绵延的风线 还有满载木头的运木车等 展现在地的文化特色 原本黑色的人孔盖摇身一变 成了具有在地文化特色的彩绘人孔盖 很清晰的啦 又带来看得到风景很好 目前在我们田西里只有这个区块 有这个彩绘人孔盖而已 其他的路面人孔盖跟这不一样的 当然做完之后 真的整个能跟公园配合起来 是有相对性的 山巒绵延的风线 以及满载玉木的车 以及散地为发响主轴 设计出风源在地特色人孔盖 这是水利局为了提升污水接管率 加速推动工程的同时 也改善以往道路孔盖样式单一的感觉 分别在风源、水南、太平 设计三款独特彩绘 像是飞机为主体 代表水南机场过去对当地的贡献和影响 和太平旧地名、鸟龙头等 展现各区特色 除了美化山区的四十七处 彩绘人孔盖 污水接管减少住家周遭恶臭异味 及病霉纹的产生 也将路面重新整修 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也改善周边的交通和行人安全问题 梦塘、鸟漆都没有 水没流到一年会有味 现在做完之后 都没味 后向用户接管完了以后 水利纸这边会针对用户 来做一个美化 看用户他这边 后向如果有一些围墙 看他做一些彩绘 或者是说 这个后向的地板上有一些彩绘 这样的话可以加强说 用户接管完成了以后 其实后向变成一个很美观的地方 风源及太平两区 皆已陆续完成 无水管线埋设工程 彩绘人口盖 让民众能体验到 不同以往的城市美学